几乎每年一次的登革热世事大会 都要将各区里的志工们大集合 分配任务各自执行 不过部分的里长却直摇头 因为是在于有些里太大 所在的里服地广人愁 动辄上万人 相同的任务跟小里比起来 难度天差地远 一些里面志工的母家面穿命力 包括我们里长这 说实话里面穿当然总共越多 所以说常常去来三四件 还是继续让大小条线 还会顺着 真的大家真的很疲劳 除了劳役任务分配不均之外 最让里长们头痛的还有一项 就是地方回馈金的发放 白白几家的 飞用白座人生你的子力 八九百户 我们大里的一里四千几户 人家分一百 我们可以分十几户 总共二十户而已 常常里面都会比拼 所以说感觉大小里 不要落差太多 一同民里长推动 一些里情业务也好推动 高雄市前镇区草牙里 里内人口数一万以上 庞大的服务量早将里长和志工们 压得喘不过气来 实战市长陈局也曾经规划 新里的区分 但最后不了了之 里长们则希望陈其迈市长 能延续前镇重新划分 台南还有过来的管市都有刷过了 我们高雄市在过来之前 我们要刷刷到一半 前市长陈局可能 把刷刷到一半 都要刷刷到一半 然后有刷刷到一半 希望市长相关单位可以 这条铺库去推动 如果像我一里差不多两千五百万 还是两千万万左右 好好实陌一天 在開大樓的組合大會 六七位在開 你一個立場而已 你要怎麼走六七位 其實也希望能夠 也比較支持說 那個里的大小區隔 不要差別那麼大 像對於里長上管理上 那里內的一些補助 一些福利都會差別很大 說比較大的里的話 那個里長真的是 會比較辛苦一點 有健康的里政 才有健康的市政 社會資源分配平均 才有能力解決更多的問題 里長們熱切希望 是否能聽聽地方人的聲音 協助解決這個區裡 最關心的大問題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